南投县草屯镇公有零售市场兴建20年 是县内唯一的公有市场大楼 但是地下停车场至前年底停用修缮之后 因消防设施老旧卡关 政工所克服种种的困难 督促厂商加速改善 终于在日前完成消防检查 从节日起开放式营运 提供民众免费使用 南投县草屯镇公有零售市场兴建20年 因原先设计贵征完善 机械车会使用问题多 相关设备达报废延线 因此提报且可准变更为平面停车场 原定施工半年就能够重新开放 未料后来该大楼老旧有消防自动洒水管线 生锈等问题 消防检查未能通过需全面逐项改善 但只会启用引发明远 草屯镇长点警先表示 公共工程推动需按照一定程序 为了舒缓民众停车需求以及安全 公所持续积极进行改善 而相关工程日前已经完成验收 消防安全也经过消防局检查合格 因此从此日起开放供民众免费停车 公所完成后续应备程序之后 将在进行公告正式收费的引运时间 市场真正是经历 很多层层的层次 终于可以来完成 可以来试营营 这是我感谢我们 政公所的包括所长团队 群测群立 很感谢 当然 要向大家保险 就是说 真正在报费 和赔偿问题 可以说程序非常非常的 缓手 尤其跟交通部还要协调 而且 然后 整个因为 以前的机械室 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 所以说 长长 大型车 只要超过 1800cc的 几乎 连都会破坏 所以说 不定义 我们连线到了 全部把它拆除 终于可以开放 我们也是 非常非常的感恩 感谢我们 赠民的体谅 我们绝对是 全力以赴 而且战战兢兢 新的平面停车场 经过重新准修之后 呈现崭新风貌 不仅场所干净明亮 同时停车位置 宽敞舒适 让停车的民众都说赞 这地儿 现在冲量很好 很高 以前的 直接车 经常车撞到 现在就 很好 很高 现在很高 就对了 你自己去 怎么办 不 自己去就 小姐就好了 很好 以前的直接车 我从头到尾 那个丁 还有六六分 都五七八 那我太多了 现在我们这个又很清晰 又很好洗 规划的不错 还蛮明亮的 空间上也不错 环境上真的是比以前好很多 你会改收会 你会想到来听吗 还是会 因为公司就在附近 还是得铁厅这边 还比较方便一点 公主表示 针对地下二楼停车场的部分 该楼层停车场在工程式机上 仍有问题 目前仍积极也已改善 但因尚未进行整修 而无法开放 同时也提醒民众 使用停车场及相关设施的时候 务必遵守相关规定 共同维护公有设施 也确保自身安全 记者蔡思琦 曹春正采访报导